當時我第一次接觸到美容院的靈體 我是在元朗的大馬路上班的 是地鋪來的 當時我們在樓上舖搬去地鋪 我就經常跟我的經理下去巡查 那些裝修師傅 裝修成怎樣 那些東西做得好嗎 去到後期 都裝修到八九成 我們就要去看看那些位置 是否正確 門做得好嗎 就發生了一些很奇怪的事 因為它有閣樓的 因為元朗大馬路 很多都是閣樓的 因為樓底很高 我上到閣樓 上樓梯上去 頭兩間房間 我就嘗試推開門 誰知道我一推的時候有力反彈我 在後面這樣推我轉頭 沒理由 後面應該沒有東西塞住 我們還沒有放椅子 房間雖然小 沒理由開不了 我再試用盡全身的力推下去 都是有力反彈 我就覺得可能這間房間有問題 我就不去第二間房間 旁邊那間房間 我又再推 那對門又反彈回頭 我都未知 未必害怕 我還以為是 那些師傅有些工具 放在後面 頂住了那對門 我就叫了經理 你上來看看這兩對門好像有問題 誰知道我經理一上來 很勢力推一推 對門打開了 他說哪有問題 你有沒有告訴經理 不是 剛剛後面有東西頂住我的門 然後他說不是 真的能推到 他旁邊的房間都推開了門 全部都開了 我就關機了 死火了 這間店應該有不乾淨的東西 但是你將會在那裡做 我將會在那裡做 後來我們繼續巡視這間店 我們發現 這間房間第一沒有窗 唯獨是近馬路邊的位置 有一個窗 打點光進去 另外有一間大房 原來是藏在一個平台 你開了窗簾 可以走出平台 看出去是有些很離奇 還有上一手放下一個很奇怪的裝飾品 是一隻手來的 好像招來招來 對著那個窗口 是不是風水物來的 對 像風水物 我們看到我們就想 究竟這東西丟好 不丟好 那倒是 很害怕 我們準備要開舖 但是那東西是很奇怪的 那些手已經是 有了青色的 青苔 對 很久的 就是舊了 變成綠色的 但是我們最後還是說 不如算了 扔掉它吧 擺在那裡嚇到人 就處理了那隻手 對 去到真的開始上班 就很奇怪了 就發生了很多怪事 所以整天鎖匙會不見了 他們弄你偷了 晚上通常都會插在櫃筒裡 插在那裡 插在那裡不拿走 不拿走 但早上回去就不見了 就要找的 找來找去都找不到 最後就要用後備鎖匙開 很多時候都會發生這些問題 還有在尾房 經常有人唱歌 還要唱粵曲 有這些很奇怪的事情發生 只是你聽到所有話 只是我聽到 他們是聽不到的 還有我有時候在房間工作 儀器 譬如我樓的度數是5度 你會看著它 轉轉轉轉轉轉回那個靈子 它弄你 對 你只看得到它 自己動 對 就去了靈 那這些不是普通靈體那麼簡單 因為它可以移動物體 是啊 所以當時我都 都有點害怕 但也沒有辦法 你都要 第一份工的時候 但你看不到它的樣子 看不到的 那時候還未見到它現身 那時候見不到 見不到它現身 直到當時 七月節 發生了一件事 是更恐怖的 那我通常都會等 我們有個 職業的女生 她是賣帳 我們很晚才離開 我都會等她 因為我們住得很近 我們在這裡賣帳 的時候 七月節的時候 無端端 我們角樓 有個電話 我們有內線的 那條內線 就打了下來 我們下面的電話 但上面沒有人 上面都關燈了 那她就打了電話 我跟那個女生 大家看看 聽不聽好呢 我們聽不聽好呢 究竟這個電話 第一次我們不敢聽 可能電話 很快 我們不要想太多 做完事 快點走 到第二天 又是這樣的情況 只剩下我們兩個的時候 關燈了 樓上那條內線 又會駁下來 那一駁下來的時候 我們在想 這次聽不聽好 那女生 就很勇敢 她沒有那麼害怕 她說 死就死了 聽吧 那我們就打開了抗音 打開聽 竟然那電話接通了 即是有人拿起的 對 那電話是通的 然後呢 我們問她 你是誰 不要再經常玩電話 我們也是工作 你們很勇敢 對 我們也是工作 你不要再打來 接著電話就是這樣 即是噴氣 對 噴了一口氣出來 我們就很害怕 那一刻吸扇 拿了袋子 就馬上走了 九秒九 對 那次很害怕 你們很厲害 對 但是那個月份 都是持續 都是有電話打下來 但是你沒有再聽 我們到第三次的時候 電話繼續打下來 我們兩個就很勇敢 不如這樣 我們去樓梯下面 看看上面有沒有人 你還敢嗎 對 不如我們去看看她 看看她 究竟是誰 還是有賊進來 整理我們 又有個露台 不知道是否有賊 現在是爬進來的 我們走到樓梯下面 兩個一起看上去 電話打上來 發現 看上去說 四伏龍 沒有人站在 但是電話都繼續響 那一次 我們兩個就 在想 今次確實是 不乾淨的東西 不是賊 不是其他東西 我們就向上面樓梯罵她 你還罵嗎 我同事罵她 我真的很害怕 她就罵她 喂 你打了很多次電話下來 你不要再打了 我找了很多師傅 請了很多張符 我不怕你的 就拿了整堆符出來 扔上去 她沒有扔 只是打開了 她打開了我的符 樓梯上突然有一些 跌東西的聲音 就是 蹲蹲蹲的跌了些東西 我又說 走了走了走了 又很害怕 那件事之後 我們就決定 找個師傅 來看看這間店 但是你和你 和我們經理說了 他們就請師傅 是的 他們就說 為什麼你們不一早說 這麼多次了 接著 他請了師傅上來看 他就說了 我之前看過哪幾間房間 是有問題的 他說就在那幾間房間裡有 有鬼 是的 他做了些事情 就清掉了 那他從此之後 就天下太平 不是 不是 是的 就不是 接著他清完之後 到第二天我上班 我一踏進去公司門後 一步 我就休息不了 那次我是休息不了 即休息不了 那些同事是要叫白車 我是進了院 是不是靈體覺得你們多事 是的 覺得我們多事 可能是的 所以就要搞你了 是的 我很記得那次是真的進了院 是進到那個空間 覺得好像壓住了你 是 呼吸不了 是 接著就 真的要叫白車 從此之後 你還沒有在那間公司做 之後我都走了 我也不做 但是我這個 第二個同事 他也是跟我一樣 之後 一樣的徵狀 也是進了院 即是說 你多事 為什麼 將這件事 告訴別人 我只是玩電話 你們不是不行 那次 沒有再做 即是隔了一段時間 元朗那間出事 當你轉工去第二間的時候 是否仍然都有靈體 其實 我想問 是否其實 會不會是 無關美容的事 可能是 周圍都是鬼 你去到哪裏都會有 是 其實可以這樣說 很多地方都會有 除非你家裡 是擺了很多 那些 就是 可能 一些神佛 或者是一些 異獸的東西 去擋住 即是在門口那裏擋住 那就會好一點 就進不到屋 即一定 那個地方 是有擺到東西去鎮住 那就會好一點 那你轉工 去第二間美容院 會不會好像之前 在元朗那間也是這麼誇張 會 都是 我就是元朗那間轉去第二間 都是元朗的 葵坊 那間就遠一點 那間就更恐怖 還比元朗那間更恐怖 更加恐怖 因為我是 經常都是新來新豬肉 人家不要那些房就是我去看的 我去葵坊那裏 就是負責美房 兩間美房都是我 我媽住的 那個美容院都很大 有十幾間房 走廊也很長 有一次我做 在末二個房間做完事 出來 他的美房很奇怪 他的設計是三角形 這樣三角形 因為他那個 那個位 正常來說是間不到的 他硬間間了一間房間 所以那張床是移動到的 是方便工作的 正常那張床移動到 我們是不會做按摩的 但那天我出到房間 我就看到床尾 站了一個女人 她的衣服好像穿著我們的制服 很像的 但床尾 就被拱起了 好像躺了一個人在那裡 床尾又有一個人 有一個按摩師 是的 當時我看到這個情況 我就覺得很奇怪 我準備走進去那間房間 打算問同事 問他 為何你會在這間房間做按摩 因為那間房間是你 對 那間房間是我的 正常不可以做按摩的那間房間 因為會跌倒那一刻 然後 站在床尾那個女人看著我 她就做了一個動作 叫你走 對 她沒有說話 她就這樣撥我 好害怕 那些鬼呢 她就這樣撥我 我再繞回頭 再去問她 再問她 不是呀 這間房間真的不行 然後她就不斷叫我 繼續撥撥 但當時你不知道她是鬼 不知道 因為很黑 因為我們房間的燈很暗 而且你是新同事 你又不知道 還未熟悉所有面孔 對 之後我出去了櫃面 我問他們 因為我們誰用哪間房間 寫得很清楚 會知道 我就問 剛剛誰在用那間房間 他們就回答 不是呀 沒有人用 沒有人用 沒有理由 我看到那張床 床有個人 床尾也有個人 我沒有可能的 我真的看到 那個同事 整個臉都青了 我看著她青了 你不要再嚇我了 真的沒有人 當時我就不相信 我就衝回去那間房間 我看看是否真的沒有人 我一走進去 真的一個人都沒有 即是被按摩和按摩的人都沒有 對 那個就消失了 是 消失了之後 我很害怕 我在想 糟了 我又糟了 然後 突然間聽到一聲尖叫 我們有個清潔姐姐在那裡尖叫 糟了 那張床房間 突然間的燈自己關閉了 然後 她就很害怕 沒有可能會這樣 然後 全部人剛剛已經被我嚇了一次 然後再嚇了一次 全部人都知道我是 看到 那以後 會不會拿來做 試驗品呢 即是每一次進入房間 你幫我看看有沒有鬼 都會的 是 那發生那件事之後 第二天 因為我以前 什麼都不懂 那我在想 我是不是應該要 帶回一些東西 保護自己呢 那有一次 我就經過一間 泰國的 鋪頭 佛牌那些鋪頭 是 那我不懂的 我就 進去 我覺得很奇怪 好像有個吸引力 吸引了我進去 那我坐下 聽著那些經文 我暈了 是 我差點暈了 我就跟那個師傅說 真的不行 我的頭很暈 我要 立即出去外面 我不坐在那裡 一出去 那個人好像 好像 傻傻傻 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但當我定了之後 我就可以再進去 第二次 然後師傅跟我說 你知不知道 你發生什麼事 那其實你發生什麼事 就是 撞了一些不乾淨的東西 即是跟著了 對 跟著了 然後他就說 不如這樣吧 你請個 佛牌 嗯 當時又說 我又想招財 但是 又想可以辟邪 他就叫我請了個 象神的佛牌 嗯 那個象神的那個牌 是外面有個盒 透明 然後裡面一個 一個象 坐在那裡 它有幾塊臉 好像不知有幾塊 不是一個象 它有幾塊臉 好像四面佛 但它不知有三面 還是四面 但我那時候請的那個 我記得是一前一後 接著有個膠盒 鑽著它 那我就帶了它回公司 回到第一天 我做一做一做 突然聽到 啪一聲 然後拿出來看 看著那個牌 從上面 裂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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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裂� 不做了 這間店 覺得我這樣繼續做應該會出事 是呀 但我佛牌也爆了 是呀 整個爆了 我又又轉了工 但當你再轉工的時候呢 又是繼續有 總之是一間接一間 這樣沒完沒了 那你這個人生怎麼辦 就是認識到我老公之後才有改變 是呀 但都是因為他令我看得更多 亦都是因為這樣 學教識了怎樣保護自己 你老公反而教識到你 是呀 因為他這個人 他的正氣是很強 當有一天有不乾淨的東西 只要你貼著他 碰著他 就全部都會走 這麼厲害 是呀 但他本身不是任何師傅 沒有學任何東西的 他沒有的 他的身體是有這種能力 他自己是不知道的 通常我拖著他就沒事了 這麼厲害 或者我睡覺有時候 我都怕被那些靈體偷窄 我多數都是拖著他睡 拖著他睡覺 那就會沒事了 我知道你有小朋友 那你怕不怕你小朋友 遺傳了你這種能力呢 我怕的 他現在幾歲 兩歲 但是他不知道的 他還未認識的 他還未認識的 是的 但是他出生的時間 就麻煩一點 嗯 那他 一歲的時候 他常常睡覺 看著天花板 都會哭 嗯 他長期看著天花板 都會不停大哭 但如果他看不到天花板 他就不會哭 難道天花板有些東西黏著 然後到他大一點 我就問他 我說 你為什麼天花板有些什麼 他會無緣無故玩玩玩 突然大哭 衝過來 接著抱著你 然後說害怕害怕害怕 我說什麼事 然後紙紙上面 婆婆啊 有個婆婆 他說上面有婆婆 是的 他有時候會這樣 但你看不到 到後來我看不到 就是我自己可以控制到的時候 是的 到我女兒開始看到 但是你都未證實他 是不是真的長期長時間看到 是的 現在都未知道 可能他改一刻看到 是的 希望他當然看不到 否則都會影響他日常生活的禮事 還有他經常都會大哭 如果我們燒一道符幫他 他就馬上閉嘴 你又好 找到師傅 即是準備了所有的 是的 這是我們的老公 我老公那邊做的 即是把符 過了他的身上 他就馬上不哭了 馬上閉嘴 很見效的 厲害 那我想問 到現在 你做這份工 還會不會 你仍然做美容 這間 現時的公司有沒有事呢 這間一開始都有 但後來就沒有了 他一開始是 他們做一做事 他推倒了椅子 我試過整個搭到地 跟客人做一做 突然整個搭到地 都試過這些 都幾危險 是的 那我想 你和你老公住在一起 當然 那位是你老公 那位是你老公 會不會 家裡經常會有這些 靈體出出入入 會的 所以我們家裡 是有個 有神桌 放了很多東西 去鎮住 嗯 因為其實 都很困擾 如果太多 是的 你要找辦法去保護自己 嗯 是啊 那我們就 下一次不如分享一下 其他你見到靈體的東西 以及你如何開始 看到別人的前世甘生 好